港版的国安法28号就要在全国人大闯关了 香港未来发展全球关注 美国国务卿向国会认证 香港已经在中国手中失去了自治 因此不再符合美国法律下特殊待遇 美国未来可能取消对于香港的关税豁免 香港亚洲金融中心地位不在 也冲击到全球的经济贸易 而在国歌法二读跟港版国安法的双重夹击之下 27号入夜 香港民众持续跟港警当街爆发冲突 香港的动荡难以平息 巨大爆炸声伴随熊熊火光 27号入夜后香港街头再现动荡 示威民众聚集望角一带 堆路杖 焚烧杂物 港警出动水炮车跟装甲车 还持防爆枪驱离人群 警民火爆对峙 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香港局势急转直下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 认定香港丧失自治地位 不能享有美国香港政策法保障的特殊待遇 像是关税优惠 港币跟美元自由兑换 鼓励美国企业在港营运等措施 不过也有人担心 美国一旦取消特殊待遇 可能对香港出口商品 课征跟中国一样的关税 反而危及香港经济 美港之间380亿美元 约台币1.1兆的年贸易总额 也会受到影响 港版国安法28号就要在全国人大闯关 香港未来发展 全球关注 王宇薇编译 中国全国人大强势表决 港版的国安法草案 引发了香港的强烈反弹 台湾方面也迅速地回应了 总统蔡英文指示行政院成立专案小组 来协助港人 而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到立法院备巡时强调 会秉持四大原则 对于香港来进行人道援助 不过国民党立委陈玉珍 却紧咬中华民国领土 是否包含了港澳 跟陈明通唇枪舌战 而在台港人呢 跟许多的公民团体 上午也到了台北的香港经贸处前 抗议中国强推国安恶法 庇护机制 明天落实 台港青年手持标语 痛斥中国政府强推港版国安法 到香港经贸处严正抗议 来自香港的学生勇敢站出来 希望得到台湾政府的庇护和协助 因应香港情势 府院迅速回应 成立专案小组对港人进行人道援助 但港澳条例的调整内容 却引发在野党立委不满 我就很好奇了 那到底我们的港澳条例里头的规定 到底香港跟澳门是不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政治上它是第三地 那法律上呢 港澳条例规定 法律上应该是 法律上就是港澳条例这个法律 为了港澳地区是否属于中华民国领土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和兰尾存枪舌战 兰尾更喊话 蔡政府说要驻港 别只是空口说白话 它的含金量下降了 我们要应对措施 对于未来可能有更多港人要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成立这个援助跟关怀的这个专案 我们要进行来处理 根据港澳条例第十八条 提三大目标四大原则 由政府主导抑注经费 清楚表态对香港情势 台湾的立场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根据最新的数据 美国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正式突破了十万人 确诊人数也接近了一百七十万 严看着疫情严峻 总统川普跟民主党总统参选人 拜登还在打政治口血战 川普嘲弄拜登在公开场合戴口罩 而拜登也很不客气地挥抢川普 新冠病毒肆虐 美国死亡人数正式突破十万 确诊人数也逼近一百七十万 全球最严重 不过总统川普还没回应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就抢先一步 录制影片表达哀悼 美国媒体大作文章认为拜登有意跟川普较劲 回顾前几天川普才因为口罩问题数落记者 川普跟拜登出席阵亡降师纪念活动 川普坚持不戴口罩 还转推拜登戴口罩的照片 嘲讽他一番 拜登不甘示弱 很像川普是不折不扣的蠢蛋 更将自己的推特大头贴 换成戴口罩的照片 要不要在公开场合戴口罩成了争议话题 不过防疫大将佛气显然不想卷入口水战 他以身作则戴口罩 向美国民众树立党样 王雨薇编译 随着疫情趋缓 各国的游乐园业者开始替复工做好超前部数 美国乐园就规定了 未来复工之后将要严格限制人流 并要求游客戴口罩勤消毒 而日本的主题乐园协会 更公布了防疫准则 建议原方禁止游客在乘坐 像是云霄飞车等等刺激的设施时 是不可以放声尖叫的 另外也要求鬼屋里的工作人员 跳出来吓人 也得同时保持社交距离 刺激的云霄飞车 令乘客忍不住放声尖叫 但各个嘴巴张得开开开 恐怕成了防疫破口 日本主题乐园协会 公布最新防疫准则 建议原方除了要求民众 全程戴口罩 也可禁止游客尖叫 另外还建议鬼屋设施中 工作人员跳出来吓人 也要保持社交距离 避免接触 虽然日本各大乐园 还没重新开门 但业者已经超前部署 而美国也不例外 美国乐园的防疫配套 包括限制人流 只剩平常的四分之一 并要求游客戴口罩 两体温排队也要保持两公尺距离 业者更开发APP 让民众预约游乐设施 时间到了另行通知 避免人潮集中排队 后疫情时代 在乐园开心之余 防疫也不能马虎 留任好逼